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来看最后一问题 长期职工薪酬的账务处理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先看第一个离职后福利 那么离职后福利我们包括了 一个是设定提存计划 一个是设定收益计划 是两个对吧 那么其中我们所说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就属于这个设定提存计划 那么其实就是看这个保险我们怎么处理 那对于设定提存计划 企业应当根据在资产负债表日 为换取职工在快递期间提供的服务 而应向单独主体缴存的提存金 确认为职工薪酬 并记录到当期损益或者是相关资产成本 这个分路模式还是一样的 就是借什么什么费用或者成本 然后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就可以了 就是明西科目不一样而已 然后借资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 你会发现我们所有应付职工薪酬的分路 在集体时分路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都是借成本费用 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是工资 那就明西科目工资 社会保险费 还有职工福利费 还有工会经费 这边又来了一个设定提存计划 是不是 所以就是带方这个明西科目不一样 其他的借方的这些成本费用是一样的 带方的总分类科目 应付职工薪酬也是一样的 这个难度不大 计算题 贾企业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 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6% 记提基本养老保险费 缴存当地社保经办机构 然后19年7月份 贾企业缴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记录到生产成本的金额是76800 应记录到制造费用的是16800 记录到管理费用的是14496 记录到销售费用的是2784 都明确告诉我们了 是什么费用多少钱 那你直接是集体时 把分路写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借生产成本76800 制造费用16800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在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提存计划 然后再明细一下 叫基本养老保险费 就可以了 判断题 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记提到基本养老保险 是属于设定提存计划 应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没有问题吧 对了 单选题 某企业记提生产车间管理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费12万 那么这个生产车间的管理人员 应该是进入到制造费用的 是吧 它不是生产人员 生产工人的 我们既是按成本 车间非生产人员 包括车间管理人员 我们都是进入到制造费用的 所以应该是制造费用 那A肯定错了 然后基本养老保险费 是属于设定提存计划的 在应付职工薪酬 设定提存计划12万 应该是选择B 我们看一下C C是直接付了那不行 这个相应付款也不行 它是应付职工薪酬 它不属于其他应付款 你不同的负债 你进入科目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你买东西没给钱 这叫应付账款 你欠员工的工资福利 这属于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不同的资金形态 我们进入的科目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那么会计科目是什么意思 就是资金在不同形态下的名称 答案选B 好了第二个辞退福利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对于离职后福利 包括了设定提存计划 还有设定收益计划 对吧 那我们前面只讲了一个设定提存计划 因为设定收益计划是非常麻烦的 要算好多限制 那可能算好几次限制 就比较麻烦 所以教台里面就没有讲 那我们也不说了 然后对于辞退福利 企业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 应当在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 因解除劳动关系或裁减 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和企业确认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 重组相关的成本费用时 两者数早日来确认 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现成负债 并记不到当期损益 这边两个点啊 第一是我们什么时候去确认 这个辞退福利啊 第一个点就是 不能单方面撤回时 那其实就是我们董事会 已经决定了 哎呀我要辞退这些福利 我要辞退这些员工 那么这样的话你说 董事会已经做出决定了 他能不能再撤回了 不能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那么第二时间点就是 我确认我要给每个员工 给多少辞退福利 就给多少钱的问题 所以一个是 确认问题 一个是计量问题 那么这样在确认和计量 哪个点早 我们就在哪个点 确认辞退福利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怎么确认问题 在什么时间点确认 为什么是数早 就是你这个费用啊 能尽早确认的 就尽早确认 它有点类似于那个谨慎性 谨慎性我们说的是 不能高估资产收益 也不能低估付储和费用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 这个费用 能尽量往前确认的 就往前确认 就不要往后去推了 那我们确认辞退福利 不是要确认相关的费用吗 是不是 所以那既然能在前面确认 那么尽量就不要推到后期去确认 就像我们学习一样 尽量今天听完的课 就不要把它拖到后天 拖到明天 你越拖的话 到最后的考试前了 你着急了 然后问我 老师我现在都没怎么学 怎么办啊 那我哪知道怎么办的 按计划一步一步来走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能学的东西 今天能听完的课 不要把这事啊 往后去拖 因为越到最后 你的时间就越紧张 然后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直接记录到当期损益 这个当期损益 就是管理费用 哎 这个分路就不一样了 比较特殊了 他没有说 根据辞退福利的收益对象 那记录到什么生产成本啊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还有记录到什么 在建工厂的 没有 都是记录到管理费用 为什么 因为都辞退了 不管什么人 你辞退之后 就不在企业里面工作了 所以他不能增加你企业的 什么生产成本啊 什么制造费用啊 你不能增加这个 这人都不在企业里面了 他都不属于企业收益对象了 所以你就不能 按我们前面做的那样 什么记录到 什么资产成本啊 或者记录到单级存益 不能这样 而这个只能记录到一个 就是管理费用 所以这个比较特殊 一定要把这个记住了啊 而且这一点 是我们今年新加的 去年还没讲 今年讲的 来看计算题 这个计算题呢 学的太复杂了 但是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一看呗 甲公司呢 是一家空调制造企业 然后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管理层制定了一项磁退计划 从2021年1月1日开始 企业将以职工自愿方式 磁退 其柜式空调 生产之间职工 磁退计划的详细内容 包括你磁退的职工所在部门 数量还有各级别职工能够获得补偿 以及计划实时期均已与职工沟通 并达成了一支意见 然后磁退计划 已于2020年12月10日 将董事会正式批准 注意 这么一个时间了 那么既然是董事会已经批准了 说明你能不能随意撤回了 不能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满足这个 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 因解除劳动关系或裁减 所提供的辞退福利史 就是董事会 说出决议了 已经批准了 那就不能撤回了 所以这个就满足第一实验点了 然后下面就是该项磁退计划的详细内容如下 所示 这个表里面就劣势了 对于这个贵时攻击之间 那不同的职位的人 我们辞退人数是多少 以及根据不同的工灵 我们每人的补偿和多少 这方面我们就不再一个看了 主要看就是最后 那到底每个人 我给多少钱辞退福利 2020年12月31日 企业预计各级别职工 你接受辞退职工的数量的最佳攻击数 及应支付的补偿 如下表所示 那么这地方就是 既然是以资源方式 那我们的员工 到底是不是接受辞退 还有就是 对辞退的补偿是否满意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有人会接受 有人不会接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得估计 到底有多少员工 会接受辞退 按照的是最佳估计数来确定 这地方呢 是按照最有可能发生进行而确定的 那么什么叫最佳估计数 以及它怎么去算 我们会在收入费用利润那一章 在收入那一节 会详细的讲 那么这边呢 简单说一说 这个最有可能发生数是什么意思 假设这个人 他接受辞退概率是90% 不接受辞退概率是10% 那么如果接受辞退了 一高兴 我给他10万块钱 如果你不接受辞退 我给你1万块钱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 每种概率下 所追用的结果 或者金额是已知的 那么怎么样算 它的最佳估计数呢 只有两种结果的 我们就按照最有可能金额 来算就可以了 那么很明显 它接受辞退概率是90% 而这个就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 我确认 不差金额 就是10万就行了 这就是按照最有可能发生数 来确定最佳估计数的方法 那么还有就是一种期望值 可能存在好几种结果 那比如说 可能存在50% 40% 10% 它可能更多 这时候呢 我们要算加权拼数 好了不说了 具体的 我们等收入那一节 再详细说啊 那么这边呢 是根据这个 最可能发生金额 然后确定了 每一个职位的职工 能接受辞退人数多少 以及补偿总金额多少 最后呢 合计起来是1400万 那这样我就计量好了 我前面是确认了 对不对 现在我是计量好了 我总共需要付出的 这个辞退福利 是1400万 那我就按照1400 来确认 应付职工薪酬 辞退福利就行了 另外在这个时间点 2020年12月3月1日 是不是就是这个 企业确认 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 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那就是确定了 我们到底 要支付多少的补偿额 那么这个补偿额 不是记录到了成本费用了吗 是不是 就确定好了 到底要花多少钱 这两个时间点 哪一个在钱啊 是董事会批准支持在钱 因为这个时间点 是2020年12月10日 对吧 这是确认了 那么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点 是确定好了金额了 所以应该是在 12月10日 我就要做那个分录了 那分录怎么写啊 借管理费用1400 在应付职费用薪酬 辞退福利 一千四 所以注意 什么是全认 辞退福利 是2020年12月10日 有董事会批准了 就满足第一条件了 而这个是先发生的 是在之前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得编制啊 这个份录 没问题了吧 另外再说一遍啊 辞退福利 不管是辞退什么人 因为他辞退之后 就不在公司工作了 所以呢 和他是不是受益对象 就没关系了 那就直接进入到 管理费用 不要去想 什么既知道费用的问题 既消除费用的问题 没有这么多啊 就一个管理费用 好了第三个 其他长期职贡福利 那这里面呢 就说了些理论性问题 就没说 一些具体的业务处理啊 那第一个 企业向职工提供的 其他长期职贡福利 如果符合设定 提供计划的 那就按照 设定提供计划的规定 来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满足了 设定社会计划相见了 那就是按照 设定社会计划 规定来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 长期 长期残疾福利 这个长期残疾福利水平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因工啊 然后导致残疾了 公司说了 没关系 你在我们这边呢 做一些利统能及的事 我长期给你发工资 我还额外给你发福利 这就是属于一种 长期的残疾福利水平 对吧 那么他也取约于 职工提供福利的 时间长短的 也说如果是取决于 提供服务期间长短的 就在我们公司里面 工作时间长短 那企业呢 应在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 确认应付的 长期残疾福利义务 尽量时 还要考虑 长期残疾福利 支付的可能性 和预期支付的期限 就你得考虑 我能给他支付多少年 因为他可能过段时间 在这我这可能 觉得赚钱不多 然后就辞职了 那么你预计 到底能支付多少年 然后支付多少钱 还有与职工提供 服务期间长短无关的 那么企业应当在导致 职工长期残疾的 事件发生的 当期来确认 应付长期残疾福利 就是与时间没关系的 我就是一次性补偿 这是按月或者按年来补偿 这是一次性补偿 那就是在发生事故时 直接确认 长期残疾福利就可以了 那对于这个 其他残疾的职工福利呢 就是两段话 看一看明白什么意思 就行了啊 没什么考点 好了 在这一节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 不定向选择题 我们看一下 对于应付职工薪酬 那这一节 考试怎么考 考试的时候呢 考过 我记得啊 考过两三次 这个不定向选择题 某企业呢 是一般大事人 主要业务是生产销售家电 2018年12月 该企业专设销售机构 发生的与职工薪酬 有关的业务是这样 这一方呢 为了减轻我们的 作题难度 他说了就专门 专设销售机构 相关的职工福利 他没说别的 什么生产车间的 管理部门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具体 相关的职工薪酬时 借房就有一个销售费用 对吧 没有别的什么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了 没有了 所以也是为了降低 我们的难度 第一个 三日以银行存款 支付当月职工 宿舍房租165.0 该宿舍专供销售人员 免费居住 那么这个很明显 是一种非货币性福利 对吧 这是我们租的宿舍 职工宿舍 给员工免费居住 所以这是非货币性 职工福利 那怎么进行账户处理 我们就是把房租 进入到应付职工薪酬 就可以了 所以分路 借销售费用 165.0 再应付职工薪酬 165.0 那么后面呢 你可以把 明细写出来 也可以不写 因为前面我说过了 就是对于我们 平时学习时 只要遇到这种 不定向小的题 你不要说 把资料看完了 直接去做题 这个时候会啊 延长你做题的时间 而且浪费很多时间 因为你每做一小题 你就会回来 把这题目再看一遍 是不是 所以非常浪费时间 那么所以我要求就是 做题之前 看到一个资料了 能做分路的 你先把分路写出来 因为做分路过程 就是对该笔业务 该笔 该向资料 进行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你把分路做完了 那其实后面的小题 你就不用回来再看了 直接答案就出来了 对吧 前面我也说过了 那么这边我再说一遍啊 那么不要是把这个资料看完了 直接做题 这样非常浪费时间 好 翻路写完了 借银行资料金筹 带的是银行存款 16500 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这是非货币性 职工福利 民企科目 你可以写也可以不写 因为毕竟呢 是不定项 所以呢 你只要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第二 十日 以银行从款发放 上月销售机会人员 职工薪酬 应用14.6万 这是上月我已经记题了 是本月支付的 那么你要注意啊 这些职工薪酬 请问是属于上月的费用 还是属于本月的费用啊 哎 很明显应该属于上月的费用 因为上月我是记题了没发 只不过是把上月的职工薪酬 放在本月发了 它本身还是属于上月的费用 对不对 所以啊 作为这个费用时 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出现销售费用 不可能 因为 记题时 才出现借销售费用 再应付这费用薪酬 而这个费用是在上月月末做的 那本月呢 只是发工资 一共发46万 说明应付工资 是啊 说明是 实际工资是46万 对不对 就实发工资 你们说了46万嘛 是银行从网发的 所以实发工资是46 但是应发工资 是不是一定也是46啊 这个不一定 然后下面又说了 应付上月销售人员 这工薪酬总额是48 哎 那就是啊 应发工资是48 但是呢实发工资46 有个2万差额 那可能就有什么带电的款项 从里面扣掉了 还有就是啊 带扣的那个社会保险费 还有就是啊 带缴的个人所得税 对吧 从里面扣掉了 合起来应用2万块钱 好 记住看 按税法规定 带扣带缴的职工个人所得税 是12000 那么这个12000 我们在发工资料时 记不什么地方 记不到 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了 然后发工资 收回带电的职工家属 缴单的医药费3000 那就是原来的职工家属 然后住院 发生医药费3000块钱 我公司呢 先给带电了 发工资时 从里面扣掉 就不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导致我们应付职工薪水减少了 然后还有 从应付职工薪水中 带扣个人应交的医疗 社会保险费5000元 这是个人应付单的医疗保险费 然后从里面扣掉了 应用是5000元 那么这个应用二 我们知道了 他是寄不到应交税费 应用个人所得税的 而这个3000寄什么地方 你就想一想 当时带电时寄不到哪啊 那带电时相当于 我们的个人员工 欠公司钱了 对吧 所以应该寄不到 其他应收款 能在发工资时 直接充减掉这个 其他应收款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个人应交的医疗社保费 这个寄哪 这个是扣掉之后 要由企业去交给社保征收部门 所以这个是属于其他应付款 你要分清楚了啊 一个是其他应收 一个是其他应付 这两者含义是不一样的 怎么去理解 我再说一遍 你只有理解了 才能记住了 不要死机应备啊 就是对于带电的 这个医药费房租等等 就原来带电的时候 我们是已经进入到 其他应收款了 所以呢 发工资时 从里面扣掉 就直接充减掉 其他应收款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个人应交的 医疗保险费 这个呢 是公司从你工资里面扣掉 然后再由公司交给社保征收部门 相当于公司欠了 社保征收部门的钱了 是不是 那记不住其他应付款 所以这边一定要分清楚了啊 哪个是钱收 哪个钱应付 对于个人所得税这个 我相信都能分清楚 那就是营交税费 营交个人所得税嘛 所以啊 发工资时 从里面怎么写啊 借应付职工薪酬 这就是总的应付的工资 应发工资48万 然后代方 实发工资是46万 然后从公司里面扣掉一万二 记录到营交税费 再扣掉三千 记录到其他应收款 就是这个 然后再扣掉五千 记录到其他应付款 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应发的 这是实发的 这几个 就是从公司里面扣掉的 就没发给你 不用发给你的 这个是这个分路啊 那我们看这个分路 有没有涉及到 消除费用的问题啊 没有 因为这是啊 发放工资的分路 那么确认消除费用的分路 在上月末 已经确认了 所以这些费用 是属于上个月的 不是本月的费用 第三 十七到二十一日 销售机构 职工张某 修探金价五天 依照规定 确认为 非累及代金学勤 那你说这个 探金价 是非累及吧 是 但是我要不要 额外的装处理啊 不需要 就是本月 计提工资时 把这五天工资 就顺便计提了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本月 这五天 没有扣你工资 还是照发工资的 那这五天 不管你修还是没修 我都不会额外 给你发工资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业务 你不用管它 不用做分路 到月末了 我计提工资时 直接计提工资 就行了 与非累及代金缺勤 相关的职工薪酬 已经包括在企业 每期向职工发放的 工资等薪酬中 所以呢 不必额外 做相关的账务处理 第四 31日 确认12月份 销售人员 职工薪酬 其中工资是 56万 由于这里面的 这个修探金价五天 你修了 还是照发工资的 而这个工资 就在这个56万里面 对吧 就在12月份的工资里面 所以不要再 额外的账务处理了 然后按照国家规定 既提标准 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是11万2000 这个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哪个名气的 养老和失业 是属于设定提寸计划的 对吧 属于离职后福利 设定提寸计划的 而医疗工商 是属于什么 属于社会保险费名气的 这两个分开不一样 这两个是属于短期 支付薪酬 而养老失业 是属于长期支付薪酬 这个区别 一定有分清楚了 不要乱 好了 基本养老是11万2000 而医疗工商是53200 工会经费 11200 中教经费是44800 这个分路不难吗 他们的分路 都是一样的 介绍方都是什么时候费用 代方都是应付支付薪酬 然后根据不同的 这个支付薪酬类型 我们寄入到不同的明细就可以了 那么其中应付支付薪酬 工资56万 社会保险费 是53200 离职和福利 设定提供计划 是112000 还有工会经费 112000 中教经费 44800 就行了 好 看翻路 借销售费 在应付中 吸收工资 社会保险费 这个注意 是什么费用 是什么保险 社会保险费 是属于短期薪酬的 指的是医疗和工商 还有设定提供计划 指的是养老 然后这边还有工会经费 中教经费 都是属于明细 写出来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分路就做完了 这个分路做完 我们整个业务分路 不都做完了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题目里面 让我们找什么数字 第一 根据资料仪 下列各项中 该企业确认 并支付职工 宿舍租金的会计科目 处理认识的事 前面分路不是做完了吗 第一个分路 借消除费用 带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对吧 那么第二个分路呢 支付房租室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通款 出来了 找一找 A对了吧 C对了吧 你这个主要有成本 哪来这个 没见过这样的分路 还有借销售费用 带银行通款 这个我们说过了 你不能把两个分路 合并成一个 因为合并之后 你就看不出来 你花了个钱 是为什么花的了 对吧 答案是A和C 第二 根据资料二 下列各项中 该企业发放 11月份销售机构人员 职工薪酬的快据处理 正确的事 首先呢 带电的医药费 我们要从工资里面扣掉 所以应付职工薪酬 是减少了 然后呢 再充减掉 原来确认的 其他人收款 就可以了 所以A是对的 然后发放工资时 前面说过了 应发工资 48万 实发工资多少 46万 所以发放工资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应该是 公司对吧 这里面他都没写明细啊 公司46 代应要送到46 所以毕业对了 然后代扣个人所得税 也是从工资里面扣掉了 所以应付职工薪酬 公司减少了 同时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得税 增加了 谢谢正确 第 代扣个人因缴的 医疗社会保养费 也是减少了 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代方是什么 企业代收之后 要交给社保征收部门 所以记不住到 其他应付款 所以他写的是 其他应收 是错误的 对吧 你把这个改成 其他应付款就行了 我们前面呢 就写了一个分路 对不对 一个分路 这地方呢 他是把几个分路 分开写了 这个是代扣医药费 这个是实发工资 这个是代扣的 个人所税 这个是代扣的社保 是不是 那么其实是分开了 你分开写也可以 和一块写也可以 我们前面是写了一个 然后你把这些分开了 然后再看 怎么写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呢 你又不能写营收了 应该是其他应付 那这个题目 大家选择A B和C 第三 根据资料三 下列各项中 关于该企业 非累计代薪缺勤的 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是 A 本期尚未用完的 代薪缺勤权力 不能转下期 对因为是非累级 B 师同职工出勤 不额外的这样处理 对不对 也对了 就是你请假了 你休这个假期了 相当于你出勤了 就正常给你发公司 那么另外就是 你如果没有去修 你正常去工作了 那也不会额外给你发公司 都是正常 按照工资来发就可以了 然后C 确认非累级代薪缺勤时 应借记消除费用 这个确认什么 不确认了 不用额外确认了 它本来就包含在工资里面 明白了 包含在工资里面 所以不用再额外确认了 所以C错了 D 本期尚未用完的代薪 缺勤权力 可以转下期 可以吗 那肯定不可以了 所以正确的答案选择 A和B 第四题 根据资料次 该企业 12月31日 应进入应付职务信酬 设定提存计划的 科目是多少钱 那这个设定提存计划 在前面的资料次里面 就是那个 养老保险 是不是 这多少钱来着 11万2000 那答案就选C咯 然后这里面 还是一道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它们是属于短期信酬 民企科目呢 叫社会保险费 养老保险呢 是属于设定提存计划 这两个民企科目不一样啊 好 最后一题 根据资料1到4 该企业12月份 销售费用增加的金额 是多少 那么在不定项里面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 前面1到4 就是根据某一个材料 然后让你判断 这里面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 或者让你计算某个数字 但最后一题 一般情况下都是综合性的 它是让你根据资料的1到4 来确定 12月份销售费用的增加额 我们前面会计分数是不是做完了 是 你就把前面 销售费用的余额找出来就可以了 销售费用增加时 在借方的地方 在借方吧 是不是 那你找借方的销售费用 不就可以了吗 那回来找一找 这个是第一题 这个增加了一个销售费用 165.0 这个有没有啊 咱现在不看分路这里有没有啊 这个没有 你们前面说过了 这个分路是支付工资的分路 我们的费用 是确认在上个月了 所以这个支付和本月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你千万不要把这些再加上去啊 发放的分路不涉及费用 就是一道 应付中心筹和银行通款 以及其他的 这个个人组织税啊 其他应收集其他应付的问题 他不涉及费用 所以这个分路里面 有没有销售费用啊 没有 这个有没有啊 没有 这个我们根本就没做会计分路啊 所以肯定是没有的 然后第四 这个是集体本月销售机库的 各种薪酬 而这个有没有销售费用啊 有 本月销售费用 肯定是增加了在戒方了 这个分路是 借销售费用 带各种应付中心筹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 78万1200 再加上前面写的那个16500 其实就是把这些工资啊 社会保险费啊 工会经费 证明教经费 商量提供计划 都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就是资料一 那个非货品系福利 是本月的费用 然后就是资料次 本月的工资 还有这些 也属于本月的费用 只有这两个 才增加了本月的销售费用 那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那不就行了吗 作为答案 应该是非货品系福利16500 加上12月份的工资56万 加12月份的养老保险 再加医疗工商保险53200 还有工会经费 中教经费是56000 合起来是797700 这没问题吧 一点点综合性 其实不难 所以我为什么老是让你把每个资料分路写出来 因为写了分路了 那么你最后一个综合性的这种题目 就非常简单了 如果你不写 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要去前面再去翻这些资料 从第一个资料 再看到最后一资料 是不是会浪费大量时间啊 所以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懂怎么去学习 做题时我们得懂怎么去做题 所以我跟你说的方法 你平时要照做 做多了 你就会发现 它会节省你大量的做题时间 而且会保证你的正确率 那么另外这里面呢 就于资料2当中 我们是发放上月的资料金融 那不涉及消购用 因为它不属于本月的费用嘛 然后资料3里面 非累计呢 它已经包含在这个56万 就是12月份的工资里面的 那不能再额外做账务处理了 所以这两个没有加 好了 这个题目就做完了 这也是我们一个考题 你会发现 1到4题是比较简单的 最后一小题 是稍微有点综合性的 但整体的难度不大 只要你把分录做完了 到分录里面 去找相关数字就可以了 然后把分录里面的数字 加起来 那就是最后一个题目 它的金额了 好了 再看一下本讲的另一题 那么这地方呢 还是给大家留一个不定项 但是呢 不定项内容比较多 所以干脆呢 这个题目呢 就把让大家把相关的 会计分录做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会计分录呢 其实和前面 刚才我们讲的不定项 基本差不多 第一 2020年7月3日 结算并发放上月 应付支付薪酬 320万 这是发放上月支付薪酬 那么其中呢 有代扣个人的中工基金 还有个人应缴的社会保险费 30 这个社会保险费 注意啊 它指的是医疗和工商 不是指养老失业啊 然后通货银行 实际发放265万 也就是说 我应发工资 其实是320 而实发265 然后社会的 都是从工资里面扣掉的 什么住房工资金啊 个人的社保啊 是不是 那合起来就是 55万 通货里面扣掉了 这个比我们前面的还简单 第二 28日 以期生产的一批区短器 作为非货币性福利 发放给行政管理人员 该批区短器的市场产本是25 市场不含税数价40 使用的税率13% 那么这是一个 以资产产品来发放福利的 属于非货币性福利 所以呢 对于电短器 一方面 固件上 我们叫视同销售 要确认一个 注银有收入 资产税 也叫视同销售 所以你得确认一个 肖项税格 对吧 然后第二点 这是哪个部分使用呢 行政管理人员 所以都寄不到 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那么寄不到管理费用金额 以及寄不到 应付中兴出金额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含税等 公允价值 第三 三十一日 既提专设销售机构 主管人员 免费使用汽车的 执救费 一万元 既提车间管理人员 免费使用汽车 执救费 四万元 这个呢 是 企业呢 把自己的汽车 给员工无偿使用 也是一种 非货币性不利 销售机构的 既销售费用 车间管理人员的 寄不到制造费用了 四十一 三十一日 分配本月 货币性 中期收三百 第一个是发上月工资 对吧 是发放工资的分路 而这个呢 是分配本月的中薪酬 指的是 既提本月中薪酬分路 一共是三百 那么新闻大车间呢 是一百四 管理的五十 行政的六十 销售机构的五十 简单吧 就借车门费用 带应付中薪酬 工资就行了 所以这个分手 不是特别难 那么希望大家在下面呢 已经把这题目 从头到尾的去做一遍 不要偷懒 不要想走任何的捷径啊 我们这一讲呢 主要是讲了 长期的这种薪酬 那么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 设定提存计划 就涉及到 养老和失业保险 这个分手呢 没有什么难度啊 然后第二就是 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 去确认 与辞退福利相关的 这种薪酬啊 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 董事会批准了 批准之后 就不能撤回了 那么第二是 我确定好金额了 这两个时间点 找较早那个 谁早 我就在哪儿时间点 确认 与辞退福利 有关的直空薪酬 就可以了 因为最好就是把 职业费用啊 能往前算的 就往前算 就在 准则允许发布之内 那你能往前就往前 那么然后就是 对于辞退福利 因为辞退之后呢 它和企业之间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你不能根据 社会对象 来 进入到相关的科目 直接进入到 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就不管什么部门的人 都是进入到 管理费用 好了 这一讲结束呢 我们的 第三节 应付职工薪酬 就结束了啊 对于应付职工薪酬 对于前面的这一节 货币性职工薪酬 那其实难度不大 那主要就是 非货币性职工薪酬 重点注意什么呢 就那三个 一个是资产产品 方法职工福利的 还有就是啊 企业的资产 给员工无偿使用的 还有企业租赁房 住房 给员工无偿居住的 这三项 我们进入到 应付职工薪酬金额 以及资产成本 或者是当期存益金额 到底是什么 你要分清楚了啊 好了 我们第三节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